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不会接受美国对其共产党和领导人的挑战 这是杨洁篪在人民日报最新发表文章中所说 他表示中美有一些分歧是正常的 但是关键是要相互尊重 他同时说中国无意促进其政治制度或拒绝美国的民主制度 被示威习近平最信任的外交政策助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在今天在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 如果双方要取得类似于一九七零年乒乓外交的突破 为一九七九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 双方就需要建设性的处理关系 他写到五十年前中美能够打破僵局 在长期对抗后建立外交关系 有分歧是正常的 但关键是要相互尊重平等对待 同时他特别说 如果有人敢挑战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层 中国人民肯定不会接受 这篇文章发表时正值美国总统拜登周三晚上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 他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描述成是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斗争 拜登当时说习近平认为民主不能在二十一世纪与专制竞争 因为他需要太长的时间来获得共识 并呼吁提供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资金 使其政府能够更好的与中国竞争 虽然两国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寻求合作 但是习近平却强调是发达国家 也就是美国等国家需要在气候问题上做更多的工作 此前杨洁篪在上个月在阿拉斯加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座谈 而紧张的气氛蔓延到了公众视线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周末表示 虽然当时的阿拉斯加会谈迎来了两国之间面对面互动 但是美国还没有走出前总统川普的阴影 需要找到与中国交往的正确方式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 三月份当中国因为新疆涉嫌侵犯人权问题而制裁四位中国官员时 北京进行了迅速的反击 在数小时之内就宣布 对其认为批评及新疆政策的欧洲政治家学者和研究团体实施制裁 外交部当时表示 这些人员以及亲属被禁止前往中国 包括香港和澳门 而他们相关的公司和机构则被限制与中国进行互动 但是此后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限制到底是如何适用的 外交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官员试图淡化制裁的重要性 并试图证明这些政策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有利 消息人士表示 这是为了悄悄遏制对其与欧洲关系的损害 并限制对欧洲欧盟全面投资协议可能的恶性影响 消息人士表示 中方在多个场合拒绝进一步界定其制裁的法律含义 为如何实施制裁留下了一个问号 外交人士表示 中方说北京对于欧盟的政治和安全委员会的制裁 并不针对机构的成员 而这些成员往往是成员过朱布鲁塞尔的大使 中国的制裁与西方国家基于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 或类似框架实施的制裁不同 因为中国并没有相应的法律界定 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 执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中方如何定义政策 或者是否进一步定义政策 消息人士表示我们已经停止询问 因为这将迫使中方对其进行真正的定义 官方互动大多恢复到正常水平 虽然来自北京的报复是医疗之中的 但是制裁名单上也有一些意外 包括总部在柏林的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所 而欧洲议会的一些成员在三月份也成为了中国政府制裁的目标 有外交人士表示欧盟委员会普遍缺乏为中欧投资协议进行游说的意愿 另外一位人士则补充表示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对制裁反应过度 这增加了消除紧张关系的难度 同时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安慰中国的欧洲商界 并使得投资交易可以继续维持 南华早报回忆就在中国宣布对欧盟实施制裁的第二天 总理李克强就参观了德国巴斯夫公司在中国东部的一家工厂 而在四月的这次旅行中 李克强访问了位于成都的中欧合作商业创新中心 向欧洲和亚洲公司代表承诺要继续开放市场 而他在周三与默克尔举行的虚拟峰会上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 自从三月份交换制裁以来 习近平还通过视频面接与欧洲领导人进行了交谈 而欧盟商会主席则表示 北京正在做出额外的努力与欧洲企业进行接触 他表示我们认为北京将希望将商业和政治分开 这是他们在中国美国投资者身上此前所实现的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文章表示中国政府此前对阿里开出了创纪录的一百八十二亿元的罚单 而几个小时之后 有资深互联网企业家呼吁监管机构对其最大竞争对手也采取类似措施 TikTok的中国自媒平台抖音 现在正在起诉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要求其允许用户把视频分享到腾讯的即时服务微信上去 而与此同时阿里申请在微信上建立自己的应用程序 说到底这是在机腾讯说不 文章分析认为在拥有全球最大互联网用户群体的中国互联网上诉讼满天飞而怒火在燃烧 去年年底中国政府非常明确地表示要认真考虑限制主导中国网络生活的少数公司的权利 而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对北京表示为命适从的同时 正试图让他们的竞争对手看起来更糟 而不是纠正自己的反竞争行为 文章分析认为 这可能会让控制着政府和法院系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最终仲裁者 胜者由北京来决定而不是靠竞争 到目前为止公司还没有宣布任何纠正反竞争行为的重大举措 只是在为相互争权夺利而争吵 五八同城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姚敬波 在本月敦促监管机构处罚向阿里巴巴这样的竞争对手 五八同城提供招片和住房广告 而批评着马上猛烈抨击 五八同城也通过收购或与竞争对手合并获得了成功 并不比其竞争对手好多少 有评论写道这就是狗咬狗 二文章表示中国的消费者之所以可以容忍这些企业建立起来的高墙和护城河 主要是因为这些公司在其他方面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了 比如阿里巴巴建立了一个让陌生人在高度不信任的社会里可以做交易顺畅的市场 而微信让人们建立了联系 在受到严厉打击之前微博一直是自由辩论的平台 有相关人士表示我们曾经为这些互联网公司感到自豪 因为他们带来了很多创新 但是现在公众也对他们的垄断行为和无限制的扩张产生了怀疑 科技巨头却不这么看 创始人和高管们在私下里表示 他们想方设法在一个遵循丛林法则的行业里求生存 他们表示党才是处于这个丛林食物链顶端的 他们表示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行业 他们把中国互联网看作是零和市场 中国十四亿人口中的大多数已经在上网 而互联网公司习惯于向政府求助 他们滋滋不见地遵循官方的审查指导 帮助官方媒体大做宣传 已经成为控制机器的一部分 而随着政府挥起反垄断大棒 他们恐怕只有变得更加顺从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发表在日经亚洲评论上的观点文章 作者是佩敏欣 他是麦肯纳学院的政府学教授 也是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非常主高级研究员 著名中国政治观察者 佩敏欣写道 拜登总统任期可能刚刚超过一百天 但是美中解冻的希望在华盛顿和北京却迅速消失 事实上拜登的中国政策与他的前任没有什么不同 很少有中国领导人会否认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雄心 是一种生存性的威胁 而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在日益敌对的双边关系下设置一个底线 避免直接的军事碰撞 文章认为中国领导人无疑将汲取冷战的教训 华盛顿也是如此 双方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可以达成类似的广泛评估 在经济上中国有比苏联指令性经济更有效率的混合性体系 而就力量的相对平衡而言尽管中国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明显薄弱 但是数量优势不可否认 更重要的是中国仍然有比美国更强的增长势头 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对一九四零年代末和今天巨大变化 以及地缘政治环境感到振奋 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民主国家对一个专制巨头的崛起深感担忧 而发展中国家似乎也欢迎美国霸权的竞争者 虽然中国对其邻国构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胁 但事实上有一些国家可能认为华盛顿对中国的新地缘政治征战 只不过是为了维护霸主地位 因此不愿站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种有利的环境可能会给北京带来一种夸张的力量感 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政府认为很少有国家能够承受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后果 鼓励自己采取侵略性行动 将中立国家反而可能会感到美国的怀抱 比如中国最近在南海的侵略行为 如果继续下去将可能为美国创造一个战略缺口 同时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也使得欧盟的战略中心越来越站不住脚 过度自信甚至可能是国内继续的改革夭折 中国政府刚刚制定了一个蓝图 也就是最新的五年计划 但是成功却远远没有保证 艰难的改革尤其是需要缩小国有企业的作用 和调动私营部门积极性的改革 需要减少党的控制 将挑战习近平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党的核心信念 如果他觉得中国足够强大而不进行这种改革 那么改革就不可能发生 而中国可能因此陷入停滞 傲慢导致北京犯下一系列错误的可能性 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非常大的 作者最后写道 中国的决策环境以权力过度集中 缺乏意义和相反信息为特点 是一厢情愿和错误假设的沃吐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其他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周四敦促美国控制其前线部队 北京方面表示这些部队今年在中国附近的空中和海上变得更加活跃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自从拜登一月上任以来 美国军舰在中国周边海域行动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而美国侦察机的活动与去年相比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吴谦表示我们敦促美方严格约束其前线部队 遵守包括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和国际海上规碰规则在内的法律 并防止类似危险事件再次发生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人口方面的有关消息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统计局在周四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 人口在二零二零年有所增加 国家统计局没有详细说明 只是说详细数据在其即将发布的人口普查报告中公布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发布已被推迟了好几周 而近年来经济学家对人口快速老龄化提出了担忧 警告表示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 而金融时报周三表示 北京人口普查将显示该国五十年来首次人口下降 该报援引熟悉相关研究人士话说 即将到来的人口普查结果将显示中国人口降到十四亿以下 中国统计局最初定于四月发布人口普查数据 但是统计局发言人在中旬表示 政府需要更多时间准备 却没有提供时间表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有关消息 在军事领域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军事开支估算 似乎支持了拜登在上个月的预测 也就是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 已经是既定目标 但是美国在二零二零年的国防开支是七千七百八十亿美元 占到全球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九 比前十名中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 但经济学人认为民意支出总额可能夸大了美国的优势 而且中国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 在那里的军队工资从每月十美元开始 而美国的工资则是一千七百三十三美元开始 任何对军事力量的公平比较需要考虑到这些差异 经济学人以巨无霸为单位计算货币购买力评价 此前西澳大利亚大学的教授也设计了一个军事PPP 根据国防预算在工资运营成本和设备之间的分配方式 以及在当地价格在每个领域的差异 对于国防预算进行调整 而购买力评价数字让美国看起来在军事开支方面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如果按照市场汇率计算 中国支出是两千五百二十亿美元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 而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则跃升至三分之二 从比例上来看对于俄罗斯的影响更大 其六百二十亿美元的支出却购买了一千七百七十亿美元的军事价值 而印度也是如此 其三千一百八十亿美元的实际支出是其七百三十亿美元预算的四倍之多 文章认为中国的军事野心正在增强 而PPP数字表明中国正在迅速追赶美国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中国反垄断机构准备对网络巨头腾讯开出至少人民币一百亿元的罚单 虽然低于此前阿里被罚的一百八十二亿人民币 但是也对行业有所警惕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腾讯因为以前的收购投资 未按正常申报程序进行反垄断审批而遭到处罚 每项违规最高罚款人民币五十万元 此外腾讯的某些业务经营存在违反竞争的做法 消息人士表示监管方面并不认为腾讯是最大目标 这点和阿里不同 但是既然反垄断行动已经开始不处罚是不可能的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经济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经济第一季度迅速扩张 年化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六点四 延长了经济学家预测今年由消费主导大流行病的强劲复苏 商务部周四报告今年前三个月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升 经济规模越高于一年前的水平 当时大流行病刚刚抵达美国 而联邦向家庭提供的大量现金和不断增加的疫苗接种 推动了经济增长 消费者支出激增 家庭为汽车和家具等大件物品支出也出现了显著增长 现在美国各州和城市相继取消商业限制 刺激性的付款进入银行账户之中 第一季度的复苏有所加速 鉴于去年经济严重下滑的严重性 这将标志着有记录以来最显著的经济转机 一年前大流行病将失业率推高到二战后的高点百分之十四点八 此后随着招聘增加失业率已降至百分之六 最近几周工人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也下降到了大流行以来的低点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我们频道的其他节目